各位網友大家好,我是Chilloboy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不是桌球拍 是最近買的兩項小玩意兒 這兩個是工具錢 那如果要跟我聯絡的話 可以上Chilloboy.org Email是Chilloboy.gmail.com 不過不要問我哪裡買 或者是說哪裡買便宜 我都不知道 那我沒有收廣告費 所以說這不是促銷 我只是純粹分享而已 那這個工具錢的話 我一次是買了兩個 一個是大的 那一個是小的 那其實這個大的話也不算大 等一下大家就可以看得到 那這牌子的話叫Litherman 這在美國是很知名的品牌 它的特色是25年的保固 25年保固其實跟終身保固沒什麼兩樣 那我先先分享這個的話 它的型號叫做Juice CH4 那它的這個商品的編號在這個地方 Made in USA 然後我現在我買的是灰色的 那這次我買的話 這個Juice 4的話 我是買紙盒裝的 紙盒裝的比較便宜 鐵盒裝的比較貴 那另外一個這個PS4的話 就是用鐵盒裝的 其實買紙盒裝比較好 因為差個包裝而已 價差有兩三百塊錢 那打開之後的話呢 這個盒子裡面的話 會有保證書 然後呢 會有它的這個產品的目錄 其他產品的簡介 這些的話呢 各位上網路的話都可以查得到 那這一張的話 是台灣的公司貨 台灣代理商的公司貨 才會有的保證書 這只適用於台灣 那如果說是馬來西亞 香港大陸的網友們 看到這個影片的時候 如果各位買到的商品沒有這張 是很正常的 這只有台灣才有 那這張的話 我是在2013年的1月4號的時候買的 那我沒有寫購買日期 因為25年的保固 我寫購買日期也沒什麼必要 好 那打開之後的話 你會看到一個塑膠袋 裝著一個這個小刀 工具錢 那我這次買的話 是買了灰色 灰色啊 有點像亮銀色的感覺 我覺得還蠻有質感 蠻好看的 那它這個同樣的產品的話 它有另外一個顏色 是藍色 藍色的話 是寶藍色的 它藍色也是有點像這樣子 各位可以參考看看 這藍色的話 我是比較不喜歡的 那 這顏色喜好的話 就不多說明了 好 好 那這個工具錢的話 那另外一個的話 是PS4 PS4的話 我也打開給各位看一下 它的這個型號 跟它的 型號跟編號都在這個地方 那這次這個PS4的話 紙盒裝已經賣完了 只剩下鐵盒裝 然後它鐵盒裝的話就會長這個樣子 這盒子的話其實還蠻有質感的 好 那立正面的話 各位可以上網路啊 去查一下 他們這一個品牌的一些 一些歷史 那我很喜歡 它這句話 它寫No, you are ready 這很有冒險氾濫的感覺 不錯 它打開之後的話 一樣也是會有保證書 這一樣也是只有台灣才有 好 一樣有商品說明 同樣的話呢 它也是用一個 藍色的塑膠袋 然後呢 裝著工具錢 那這把工具錢的話呢 就是比較小的 好 那塑膠袋的話 我放旁邊 這等一下的話 就向各位介紹 這我先放旁邊 好 這個CS4的話 它是比較大一點的 那這個Size的話 要當 要當這個鑰匙圈的話 是不太方便 因為它其實不輕 好 它在 官網的資料的話 它是150克 那150克大概多重呢 大概就跟我手上 這支手機差不多 這支手機啊 是Samsung的S2 比這個再略重一點點 然後 它是 完全以不鏽鋼材質來製作的 而且這個不鏽鋼 是比較高級的不鏽鋼 不會腐蝕 好 那你打開的時候的話 你可以看到一個 鉗子 這鉗子的話 我們一般在買瑞士刀的時候 它都會有很多功能 功能 30項 40項都有 但是每一項都非常小 都不實用 那對我來說的話 這個鉗子是非常有利的工具 它可以夾 它可以壓擠 而且它的這個槽的話 是可以 翻動螺絲 然後這裡面的話 還有一個強力的剪子 它可以剪鐵絲 所以這在我日常生活中的話 是有需要用到的 所以說我會很很重視 鉗子的功能 所以說我就買了 Litherman的產品 好 那這鉗子的話 它的這個活動是 蠻順的 而且它這個 鉗子的size 然後還有它的品質 都是蠻不錯 好 那這是內側 那內側的話 另外一側的話 它會有三個 一字型的 的這個 旗幟 然後有三個size 這是大的 好 然後呢 這裡面的話 會有一個 中的 中的 然後最裡面這一個的話 搬動要小心 這要小心 因為呢 你很容易啊 有這個反作用力 會打到你的手指頭 各位看到沒有 這邊有受傷 好 這就是我昨天的話 在搬的時候 不小心打到自己受傷的 這是非常小的 好 可以拆解眼鏡的 眼鏡的這一個 一字旗子 好 有三個 好 好 那另外一側的話 的內側的話 它有一個一字型的 對不起 是十字型的螺絲旗子 這旗子的話 也蠻方便的 我覺得這品質都很不錯 好 然後呢 各位可以注意到 在這一個 十字型的旗子裡面的話 你們可以看到這裡 這個地方 會有一個 好 會有一個這個雷射標示 這個是台灣公司貨才會打上去的東西 好 做一鍵別是公司貨或是水貨 好 我把它蓋起來 好 這是內側的 好 起子的功能 好 那當你把它收起來的時候 好 它外形是像這樣子 然後呢 它外側的話 它還有許多功能 像這一個的話 是開罐器 好 開罐器之外的話 它可以開 玻璃的啤酒瓶 好 那它也可以開罐頭 好 那你或許會覺得很奇怪 它這個 既不鋒利 而且這形狀的話 開罐頭好像有點困難 其實不會有困難的 為各位示範一下 我旁邊這邊的話 就有一個罐頭 好 麻扣鐵的罐頭 開給各位看 這開罐頭是沒有問題的 而且很輕鬆 很順暢 這不會有問題 好 都很順利 好 就可以把它打開 而且好 最重要的是這個 一點都不鋒利 好 這可以接觸 所以說它不會造成人員操作上的受傷 是這樣子 好 好 然後把它收起來 然後另外一側的話 這是那個 紅酒的 軟木塞的開瓶器 對我來說的話 這隨身工具組的話 我非常的重視這兩個功能 為什麼呢 因為這兩個功能的話 是完全沒有取代性的 你在郊外的時候 遇到這種罐頭 你想要吃的時候 但打不開 這是非常 非常非常 令人不愉快的事情 那或者是說 美酒當前 但是卻沒有辦法開啟的時候 這兩個功能都是沒有辦法用小刀 或者是說 用鋸子 其他的方式 可以代替它 所以我覺得 這是我在選擇工具刀的時候 最所要的一個 兩個功能 好 然後另外一邊的話 是剪刀 各位可以看到 它這剪刀的話 其實尺寸還不小 還蠻大的 而且它這裡面 這邊的話是有 彈力的一個裝置 所以你在剪的時候的話 它是有彈性的 那各位看一下 其實它 我相信 在 網友們 很多人都有用過瑞士刀 瑞士刀的話 功能的話 它會比這個還要多很多倍 三十幾種功能 每一個功能的話 剪刀都比小隻的 而且都不鋒利 不好用 但是各位不用擔心 它這個剪刀的話 是蠻不錯的 可以剪得很直很順 而且蠻銳利的 蠻銳利的 或許會覺得說 欸 我這個如果說它很厚的時候 有沒有辦法剪它 當然是沒有問題 這麼厚 然後 一樣 在 使用上的話 一樣也是很順暢 不會有什麼樣的 尺盾 這剪刀很鋒利 蠻不錯的 好 然後呢 欸 它另外一邊的話呢 再來就是一個 主刀 那它這主刀的話是兩邊開封的 兩側都有開封的刀子 很銳利 而且很尖銳 使用上的話 務必要小心 我相信應該可以感受得出來 它有多銳利 使用上務必小心 把它收起來 然後這一側的話呢 還有一個是 錐子 那這錐子的話呢 前端呢 是有一個小孔 小孔的話 是讓你 穿入了皮革 之後的話 可以穿線 穿線之後可以往回拉 好 這很方便的功能 然後這邊的話呢 是有一個鋸子 然後各位看一下 這鋸子的話 它是雙向的鋸子 也就是說呢 推過去有功能 拉回來的話 也能夠鋸 雙向的鋸子 這就是 這個 CS4 那它內側的話呢 除了 在這個 十字形的 起子的功能的旁邊的話 它裡面還有一個小環 各位看到嗎 這裡面是一個小環的 把它搬出來以後 它可以 掛一些 鑰匙 或者是說一些 繩子之類的 方便 收納 好 然後我們在看完的 這CS4之外的話 我可以看一下 它另外一個 我也是這次 這次一併購買的 它是一個皮套 那皮套的話 它是完全的 為了 Juice系列的 工具前所設計的 好 這皮套的Size 大概像這樣子 聞起來有一個皮革的味道 然後呢 這一個工具前 就是把它放在這裡面 然後套上 各位可以看得到 它這個工具前的套子 是非常合身的 合身 而且這體積很小 這體積很小 這體積很小 好 那這個東西我放旁邊 好 那另外這跟各位介紹的話 是另外一個 比較小支的 比較小的 那個工具前 好 那這一個的話 它重量也很輕 它大概只有50公克而已 好 這就這個Size的話 就可以 好 可以作為鑰匙圈了 那 這一樣的話 也是 打開的話 中間的是一個主錢 當然這主錢的話 不能夠跟剛剛的CS4比 好 這主錢是小的多 不過它的主錢的話 有一個特色 它這邊是有一個 反彈工具 所以說你在用的時候 它會彈回來 彈回來的 這個效果 然後它一樣呢 好 中間這邊也是可以切 比較細的鐵絲 好 那外面呢 是可以做堅決錢 那前指的前端的話 是有做勾槽 好 直滑勾 然後這裡面的話 這中間的話 可以夾一些比較小的螺絲 或者是說一些螺帽 之類的 那前端的話 是比較尖 屬於尖銳的 這還可以做破壞使用 好 急破床子 急破器 好 然後呢 在這個小支的 PS4 裡面的話 它就是沒有任何的功能了 好 其他功能就在外側 好 那這外面的話呢 它就已經有一個很明顯的 暴露在外面的一個掛勾 好 這可以讓你勾鑰匙 做鑰匙圈 我就這個東西 我就是拿來做鑰匙圈使用的 這個在在腳外的話 工具在手 是比任何東西都還重要 好 不然隨身攜帶的東西的話 就失去意義了 然後我們看一下它的主刀 它這個主刀的話呢 它跟這個CS4不一樣的是 它只有單側開封 好 那銳利當然還是很銳利 示範給各位看 這銳利的程度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這 要小心實用 好 好 那另外一邊的話呢 有這個錯刀 我必須要說明一下這個錯刀 這錯刀算是非常好用的 錯刀的話 體積一定要大 不然的話 你沒有辦法發揮作用 那你或許會告訴我說 我只是要磨磨指甲而已 磨指甲就要夠大了 它這長度夠長 而且它上面的這一個紋路的話 總共有它有三面有做這個刻紋 這邊是磨金屬的 這是磨木材的 然後這邊的話 在這個這個刀封側的話 它有刻紋 它也可以做一個金屬的鋸子 好 然後呢 這一側的話是有剪刀 不要小看 這剪刀看起來很小 而且它的剪刀的話 這邊一樣有一個彈簧機制 各位有看到嗎 這有一個彈簧機制 所以說呢 它在使用上的話也是很方便 它雖然小 但是它的那個剪刀也是很鋒利 甚至我覺得它這個小剪刀 還比CS4的鋒利一些 雖然它開口比較小一點 不過這裡沒有影響 隨身的東西 當鑰匙圈的東西 有這樣的功能已經非常不錯 然後呢 這邊的話還有兩個是起子 這是十字形的起子 一個是大的 十字形 然後呢 一個是比較小的十字形 比較小十字形 然後這十字形 一字形 一字形起子 那這小的一字形起子的話 這是可以鎖眼鏡 然後呢 這大的一字形起子的話 這邊還可以開瓶子 好 那這就是我兩個新的 好 小 隨身小 小工具 推薦給各位 謝謝各位 再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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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工具 chem 各位 酒 並說 謝謝 谢谢观看